前輩說幾句,指點一下我們的後輩,關於辛亥革命和政治發展 還有一個問題,我想讓你們出來訪問,想網民可以幫你們做什麼 即是本地網民,實際上他們是沒有組織的,是網友 你們來了之後,他們可以幫你做什麼,你希望他們可以幫你做什麼 如果他們一片熱情去想做的事情,然後沒有目標,又沒有知道自己做什麼 我覺得很浪費,很浪費了那份熱情 因為我對香港的政治意識不是那麼高,但我是在組織方面 如果我們去發動一件事情的話,我想看到他們會收出來這麼大 因為我和你們兩位接觸的時候,我都不清楚 一開場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的動向是怎樣 為什麼要做這個訪問呢?講一下這個意思是做什麼 我們能夠給這些網民幫到什麼呢? 是否增加海外的呼聲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一批人是否應該是組織起來 大家不只是說有時候才靠個網去做事 平日都應該自己互相有聯繫才對 如果不是的話,很浪費了,你走路 我可能是去過遊客玩一輪 但我覺得都不是我 標書的問題很好,這個問題也是我們不斷思索和探討 其實這類的探訪是挺新的 因為這兩三年有舊系統的有組織去做 我想那個緣起就是早幾年,其實過去的支聯會 民主黨都有去美加,當時主要就是籌款 有關的選舉 當年就打算九七回歸之後 香港的自由和各方面會出現問題 所以當年九七前,在民主黨的年代 想加強與海外的聯繫 如果真的香港出入境自由和其他問題的時候 在海外會有些聯絡或者支援的組織 當年的構思是這樣 但這個跟我們最近這兩三年所謂的海外聯絡 是目標和方針出現很大的改變 這個社民年代的號碼加人民力量 就是在海外的聯繫跟那個什麽籌款 和想著在海外成立的支援 就是香港出入的問題 對我們作為支援的組織這個目標 就已經不是重要 我們覺得為什麼要在海外做串連或者聯繫的工作呢 我不可以用組織這個字眼 因為組織是涉及到一個有系統有計劃 或者有藍圖的模式 我們覺得接觸是重要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不搞組織呢 因為組織出現的問題 有一個團體逐步形成 有一個團體逐步形成 很容易被共產黨進行滲透打擊和分化 所以我們就希望盡量建立多一點 譬如每個人一點也好 你十個人一點也好 盡量在各個地區建立很多的點 點是很難圍剿和打擊的 因為你都不知道點在哪裏 你一個人可以在一點 所以我們就希望在海外各個地方 就回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和聲援中國民主的發展 盡量建立多一點點 這些點透過網絡可以很快串連 等同我們在香港人民力量很多的活動 我們很多參與者我們不認識的 就是我們是沒有這個名單 也都沒有一個組織 你聯絡三個、你聯絡五個沒有的 是透過網絡聯繫 就是7.1那麼多人來 7.1.3到7.1.5 7.1.5堅封期有三千人出席 歷史上香港從未出現過 所以我們覺得透過這個網絡的接觸 去建立多一些我們有共同理念 共同理想的朋友 如果有活動需要做的時候 大家透過聯繫 就透過自己的關係去推動 因為我們未必有一個很完整 和很深入的計劃 想著逐步去怎麼做 因為很多時候的發展是快過我們的預期 我們未必有這麼高的政治智慧 可以想到譬如7.1遊行前那天 就算當日我們都不會猜到 有1萬人會集結在這個修盾 你都猜不到當日的遊行示威的人士 有這麼多人支持人民力量的 即是說香港的車子遊行 至於海外的聯絡 究竟發揮什麼功用呢 我自己覺得有幾個基本發展 我希望可以見到 第一就是希望多些人聽人網 因為人網是一個平台 可以信息的傳遞 或者透過你們的介紹和支持 你們介紹更加多的親戚朋友 去聽這個人網 因為人網是我們信息傳遞 等同孫中山當年搞《中國日報》 透過一份報紙去傳遞 等同《佩蘇》 你要搞一份幾段新的革命 一百周年的刊登 這個是媒體要盡量傳出來 因為在香港最大的問題 主流傳媒包括電視電台 主流報紙 是將我們抹黑和打壓的 透過這個網台的發展 將信息傳遞出去 到有重大事件的時候 可能呼籲大家支持聲援 包括五區公投 五區公投海外的支持 我們是很強烈的 譬如五區公投很多籌款 在美加的朋友 是數二萬捐回來香港 給我們進行五區公投活動 所以海外的朋友的支持 我們不是一定要海外的朋友 找他們籌款作為一個主要目的 我只是覺得 這個海外的朋友 在我們過去的聯繫 到我們發展一些活動的時候 或者一些運動的時候 有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支持 是會回來的 譬如有些海外的朋友 特意回來投票 有一個網民跟我說 他們找了一百個人投我們票 就是透過他們的關係 就拜託朋友 遊說親戚等等 是支持五區公投 所以我覺得海外的力量其實是很大的 每一個的網民 每一個在海外的朋友 就是當他們知道我們活動的時候 或者知道我們有些工作的時候 他們透過他們自己本身的平台 或者透過他們本身的接觸 他們可以想到很多東西 來聲援我們 或者支持我們 是吧 所以 譬如Tommy Shaw做了這麼多的 那些碟 這些都不是我們要求的 就是有些朋友 他們自己 用他們自己的想法 他們自己的經驗 他們自己的創意 其實人民的創意是無限的 我經常說我是老餅 很多事情我不會想的 他們年輕一點就想到怎麼做 但是海外的朋友的創意是更加豐富的 他們的接觸是更加廣泛的 你可以聯絡地區政府 你可以 你可能認識一個總理 有些危急時候 你找一個總理聲援我們都行 沒有所謂的 所以 各方面的力量 我覺得 海外的朋友的力量是無限的 如果不是中領館就不用那麼緊張 是吧 所以 至於 Fu叔說 有什麼要求 我的要求很謙卑 我的要求就是 大家已經繼續 關注香港 繼續聽人網 繼續推廣 人網的節目 讓多些朋友知道 到我們有重要的工作的時候 大家透過你的力量去關注和支援 Fu叔的說法其實 也不是我們未必完全不想做的事情 但是 其實我們很有趣的 現在這個世界很奇怪的地方 很多在座 例如網友 或者我們支持者 是一個所謂的 虛擬的網上 雖然大家一邊聽一個網台 然後在虛擬的電腦世界上都有參與 但實際上 因為我們本身沒有一個 已經一早已經說 我要組織著 譬如好像Fu叔說 我要組織一個支部 或者組織一班人出來 在這個地方 要做一些活動 反而是 原本透過一個很虛擬 或者很並不驚異的 因為網上的電台 大家聽起來 都很認同我們的說法 然後 但是繼續在自己的網上世界 或者在其他地方 或者自己在家裡的電腦 聽我們的節目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很困難的工作 就是來到不同的地區 其實就是把大家聯絡起來 但是將來會發展成怎樣 都真是未知 但是譬如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沒有 真的 會好像國民黨 共產黨 一定沒有 那樣的無良威力 勞力也不理所及 可以做一些海外之暴 但譬如好像美加 這次民主黨 他們支聯會 去紐約 多倫多 去做那些訪問 之前他們 大概說 去看美加索串連起 或者聯絡起來的朋友 自發地 在那裡 去追擊他們 去現場的論壇 去質問他們 其實這些消息 又可以帶回香港 其實這些 你可以說是一個 並沒有很 之前想過要去組織 一批人的組織 但是呢 其實他們已經自動地 這樣組織 成為了出來 可能希望更加一個 很有系統的組織 但是 這個 還不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 是的 能力則是被所及的 但是如果原來 將來人民力量的發展 是非常大的 或者是非常之 就是香港已經的 勢力 之前的很龐大的資源 也很豐富 人力 人才也很足夠 可能到時真的會變成 海外比較有系統的支持組織 但是現時對我們來說 或者在現在的網上 最有效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這樣又不夠 因為大家都在網上見 所以我們又要來 讓大家認識了 現在串聯了 之後又可能會更加有系統的活動 我們一直在試 可能將會發生的 因為很多時候 事態的發展 是比組織的發展快 是比組織的發展 剛才我都說過 我們沒有那麼多人力 能力去做那麼多組織 串聯 第二 就是很多時候的事情 是發展得很快的 今天講完 三天後 可能就另一個 事態發生了 如果我要和地區組織再聯絡 如果你們組織再開會再談 很多時候已經過了秒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透過網上 一講 各地可能同時要響應 所以那個 而且你要地區上 大家又去做組織串聯的話 很多地區的信息傳遞 又會很慢 所以至於怎麼做 我們都在探索中 希望我們變成國共黨 可以全國 整個澳洲都是支撥 然後組織很多很有效 或者很有系統 像剛才師兄所說 有成果的運動 其實成果已經出現了 我們 成果 譬如這裡的朋友 已經打算是11月回去投票 其實有時候不用組織 我覺得那個意思 和那個點的建立 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說 如何將點再串聯 第一一定要想 有沒有需要用組織系統 將它串聯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我們就是 要考慮很多 共產黨的有關行動 你不可以讓它滲入 和這個組織串聯打破 因為你都看到很多 海外的國民黨系統 你一旦有一個組織 有一個會長 有一個主席的話 他就和那個主席會長 埋手了 很快 就是香港七成的 就是傳統右派社團 已經全部向左轉了 我認識都不少了 是吧 就是 就是 就是年年雙十 就是那些的 跟著十一去到國家 以前不會的 八十年代不會的 但是我看著那些 你是同鄉會的主席 他就搶你回鄉下 回到鄉下 就是德高望重 又受到隆重的接待 是吧 然後你鄉下有些生意的 有些物業的 有很多方便給你 然後那些利益一出 那些領導人就會被他們 拉了過去 你必須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 我們在探索著 如何做 真的很探索 我們都在探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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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探索著 我都在探索著 可能是很浪費的 如果全面這樣很實效 但是可能都要第一步 我們做全面 是的 我想有些事情 有可能我本身都很特殊 我不是來自香港的 我是來自越南 那怎麼說回來 如果說是說個人歷史 但首先我想恭喜一下 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剛才劉先生講了 我是深海格 因為目前在香港這樣的地方 世界上我找到第二個 我本人曾經很無可奈何 參加過熱戰 以前那個戰爭就是硬打硬地 武器足 軍隊救 支援足 就可以見到 但目前來說 這個軟體的戰爭 所謂軟體的戰爭 在電腦上 剛才李偉先生提過 是很無患的 沒有看過 最近幾十年來 共產黨倒台 因為什麼力量 主導它倒台 剛才大家三番五處提到 人民的力量 熱愛自由 人民的力量 民主的力量 而我們一拔在家裡 大家看到了一種共鳴 我們就似生死到外 我們就會投身進去 這個是我們用 我們自己的性命 用我們自己的本身去熱熱 爭取回來 沒有人給我們 當然 無論我們去到世界哪一個地方 我們都是黑頭髮 黃皮膚 我們都是中國人 大家一句問一句 我們都很希望中國 能夠早日 得到民主 而我不說 而我最近在熱南 因為爭取這個 所謂的黃沙群島 熱南和中國神州 都是共產政府 他們牢牢地 控制所有的網絡 所有的新聞的媒介 哪一個走出去 示威做那個死線 可以這樣說 但是可以 好像剛才劉先生所說 我們每一個小店 我們利用網絡的平台 將我們的意識 讓大家去共鳴 讓大家去共參與一件事 希望能夠做到瓦解 非人道的政權 而建立我們自由民主的政權 這個所歸難 就是我們人民的力量 我們說到人民的力量 是要無私的共緣的 剛才劉先生說得很對 剛才劉先生說得很對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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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舉手 抖角頭出來 每個人就先死 因為我在共產制度之下 生活過 我曾經在自由國家制度 生活過 我很理解 因為什麼事幹 我們今天去參加雙十國慶 明天我們去參加什麼 三十幾年前 澳洲的華人不同 目前澳洲的華人不同 在天安門事件 1989年那時候 德焦叔 和本地的華人 對天安門事件 屠殺 我們自己人的事 我們不用喊 有萬多人 有萬多人去示威 是否有地方 我們有整個星期 我們也都在這個地方 有自由的演講 我們沒有請人去做出來 但是也沒有忘記 由於我們恐懼 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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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了共產黨 今年六四的燭光晚會 這位八十後的朋友 九十後 九十後 我們有去參與 我想證實一下 究竟還有多少人 記得六四事件 很對不起跟大家說 有多少人 好像二十幾多次生 二十幾個代表我們所有在 能不會是中國人 我希望在這裏如足 無論海外 任何的民主運動 尤其是香港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我在熱南做小孩的時候 我們是在香港的 我們是在台灣的 變成我們有一個全梢站在這裏 發起一些呼聲 神州內地的人 是看似我們 我們將這些種子刪出來 引起他們的共鳴 他們可以出去全犧牲 來將這件事 辱成他們 你看看我們西伯林的圍場 有什麼時候會得到 你看看蘇聯怎樣會得到 我相信世界上 很快便 共產這兩個字 將會倒閉 沒錯 由於我們人民的力量 做出來 多謝大家 謝謝 所以這些經驗和這些看法 來到這裏 聽到很多很獨特和經驗的見解 我們要慢慢學 慢慢學 慢慢學 想問其他朋友給一些意見 即今年真的只有二十多人 是的 那時我預計是 最少也有五十多人 但最終也是二十多人 我非常容易 其實一句很簡單 來多一點 你又說你的嚴景 其實我們早兩天打電話回香港 跟香港聊天 他都說 11月區會宣完之後會來 當初是預聖誕的 但似乎很多朋友說聖誕不是好時間 因為每個人都回香港 因為很多人回香港 很多人不在 他在郵埠 尤其是不回香港都未必在 所以 我跟他聊天 應該是三月十日 或者三月中 一來就開學一些 青年朋友回來了 也都因為 有很多學生想和他聊天 也都三月中 就很多人應該在 而且都不是很忙 那段期間 不是最繁忙的時間 所以 我們現在考慮三月中 都是三個城市 這個 舌尼文、日本、安良 如果老蕭來更加好 我都在睡著老蕭 一齊過來 如果他們幾個過來 帶多幾個年輕 看看某草來晚必會不會來 到時可能會熱鬧些 到時要靠大家幫幫忙 好 阿彪叔要領導一下 因為如果我們早些接觸到 阿彪叔和大家早些認識 這個活動可以大家合辦 這個可以下次看 我這次給我們通知的時間太短 是 因為不認識 其實我這裏的朋友 根本第一次認識 是 阿彪那些都是透過網上認識 才沒見過 所以這次很感謝他們 坦白說 老實說 六歲之後 我已經聽到反共的 要聽多些 越來越多些人 騎場派 你可以叫他 或者轉堂 你叫他做 怎樣都好 但這種形勢 是一天一日 越來越厲害 當你們這個組織 當Actor 當他們通知我的時候 都不知道你們是誰 是的 我認識黃毓民 但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立即上網 看看你們的情況 我明白之後 我就覺得 你好 我這班人都敢說話 有膽 所以我就很樂意地幫你們 然後 我覺得 因為我跟他們接觸 我覺得 一片靈略 好像 譬如 海外 有任何一些 叫做政客 來香港 我都很希望 多些人能夠 聽到他們的意見 就像 你選了兩次來 都是我 負責幫忙 搞他們 的聚餐 這樣說 所以 我絕對是 沒有問題做這些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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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難叫一些人走出來 所以是一個很慢的動作 但是今時的網集很厲害 你的威力很厲害 但是也不能代表說 你有什麼香港可以 但是海外發動的畫是非常難的 海外發動也有些組織串連 但是我估計是不止這麼多人 是不可能這麼少人 這麼多香港來的人 我不相信全部都冷血了 我看到很多香港來的人 很熱情很關心香港的市場 然後看完之後只有兩丁人 很失望 但是如果你是一組組織的話 我們就不止這個人 所以我們這個是先頭部隊 所以我們希望如果可以三月再有安排的 就可以有更多的組織系統 應該會有很多支持 或者我想著想一下 看看由標叔拜領 或者我們去大家幫忙 幫我們去組織一下 因為你有經驗 就是你幫一下我們 譬如我們組織有時候 我們有些活動 或者有時候 譬如一個月一次 我們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聊天 我本人來說 絕對不介意幫你們做任何事情 大家有問題 但是我沒有辦法幫你們 坐出來擔大綱 行扯大綱也可以 但是我也有自己一個單位領導 但是支援你們的應該不成問題 明白 那些是個人的 不可能會有任何 但是我覺得 希望我們今次來也有個好處 就是說 哪一批人出現了 抱了頭 是啊 抱頭 不是的 我在City也是 有一兩個負責 搞的就覺得 以為他們不是做得很好 人數不是很多 我說給我期望已經好很多了 因為第一次到地方 完全沒有聯絡 即是有幾十人 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所以Sidney的發展幾好 還有 尾本也有超過二十人的接觸 我覺得這個 作為一個啟動 是一個很難得 我說笑這樣說 我說孫雯先生 當年去溫哥華演講 都說只有二十多人聽 是嗎 孫雯先生 我們在Sidney也有三十多人 那時候人口不通 那時候人口不通 我只是開玩笑這樣說 開玩笑這樣說 為什麼我前幾年沒有參加你們的活動 就是因為我在Facebook裡面 我收不到你們的資料 但是 大家用來去米家的時候 都會收到資料 但是你們來澳洲 就沒有發出資料給我 就是 我只看到林翁的時候 那個State說 在佛兒本電害中的活動 我甚至是死了 所以是那個串連上 我們可能過早晚 我們過幾星期前說 我們過幾星期到哪 然後臨走幾星期就沒有再大 這個 動文做這些就好我們很多 下次我們會改善這些 透過分明的資訊 我有一個佛界的建議 有可能我們做一些老餅 老餅就 你說上網上網 提出一些年輕人的會議 是 對我們一般性的老餅 我們無門可入 其實我們很想的 變成我的建議 就是我們起碼有一批人 第一 我們要介紹一下網絡是甚麼 如何開啟你 去哪裏找到這些 他們會教你的 第二點 因為很多人會使用中文 你要考慮到多方面 不可以說是大家無心 無闊海 最碼我們應該把那條線 拋住 大家坎然可以握這條線 是大家可以的 起碼我們把那條路 擺出來了 讓人家很容易地走向那條路 這是我實際的建議 可以透過當地、本地的傳媒 將這些信息輕而淡寫地帶出來 不要說頭太高 如果頭太高,會有人打爛槍 希望大家深知不知 若果我們能夠廣泛在這方面做一做的話 我相信在近日之內 大家將會很樂意入望 或者我們找年輕的、年輕的 我們可以去你家裡幫你設定網址 你不用按的,我都不認識任何電腦的東西 我只懂得按香港人網 它打了出來,收聽一個按鈕 那你就可以聽了 重溫,那你就能拍的 你不需要鬥任何東西 我可以幫助 或者看看他們不認識電腦的人 很簡單設定網址 你有一個電腦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我自己是完全不認識電腦的東西 但就是年輕人和我設定了之後 我按收聽,重溫 每一天,現在是我們 我想這裡在座,是每一天的食糧 聽到網址 他不是一定說政治,他會說很多東西 我明白 如果你需要的,我們可以幫你 羅主席 我有一個小問題 提議一下,提張一下 雖然我們人民力量平台在人網上 但是正式在人網所有人 人民力量出的節目 只有賣電腦 即是動物 但其餘的節目是沒有的 只有星期一、星期四 或者星期二、星期五 只有每個節目被人少了 現在人民力量還有其他 有些大型節目 可不可以看看哪些是對的 是關於一個政見、一個論述 又開多個節目 早上的、晚上的 開多個節目 你在賣電腦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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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我明白 你賣電腦 你不只聽著一、兩個 你現在打開賣電腦 你會忘記 明白 明白 現在你主要是認識動物 大教 甚至是台長 可能 你也講過 我都有 魯超樹 我有成宵在論壇 但我明白 想知道其他人民力量的 譬如執委 主要的成員 活躍的成員 他的政見是怎樣 他的性格是怎樣 所以都是對的 多些論述 你把論述出來 明白 這個會反應 我可以的 這是多元化 明白 還有一個意見 你說 Mirate 這個人網 我自己個人 就覺得 不要太多政治色彩 說真的 政治色彩 不是說政治色彩 不是說政治色彩 就是多的政治節目 好像每個人都說同一個題目 有些悶的感覺 一、二、三、四 多的 即是以前 譬如老蕭的節目 沒有說那麼多 即是 大陸的 即是 近期是多了 這個我想 我們回去再看看 那個發展 可能 即是那個節目的主題 大家有一個重點 如果不是說說說 整個節目都是說類似的 但最多人聽 都是我們的節目 例如你美加那邊 或者歐洲那邊 甚至現在澳洲那邊 大家看不看網友 你可以有一個節目 是跟網友溝通的節目 在想 明白 這個 其實在City我跟他們聊 在City我跟他們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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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人們找到這個節目 即是跟澳柳、比加 這個就是E 這個已經有 這個時間 是的 這個已經在想 以及Z的 我有講過 給Z的 在想 這個很可能會分 很可能我們有一個節目 就是輪流 今天這半個小時 就跟澳柳的朋友說 通電話 接著就 下半天 就跟美加那邊的人聊 可能聊 你們關注的事情 但我們又要搜集資料 以及要準備 不可以下達天才波 是吧 這個 想想怎樣做 我回去再跟韓文 和台長合不合 還有時間那方面很重要 你以為你會知道是 其實我聽了 你們最好的 已經比起歐美 你知不知道 我每次聽完 旭米的那個 我的機器一定不會懂 就半夜才懂 立即睡覺 睡覺了 已經睡覺了 前天差三個小時 可以 時間不單 大家走上來 一起拍一張照片 好 到藍燈有各父 看來看 看來看